小巴司機潛逃兩天被捕後喊肚痛 60歲的他被捕後不多合作 落口供時又說肚痛不舒服要入院檢查 他涉嫌星期四凌晨拿著小巴 在九龍塘窩打路撞斃開工的阿維 之後不顧而去 消息說案發後幾個小時他就去了大陸 在當晚很早期已經鎖定了幾部有可疑的小巴 經過我們深入調查之後 我們也鎖定了涉案的司機 到星期六下午姓許的他 經羅湖回香港時被捕 身前沒什麼疑惑 只不過我覺得這個司機 應該受到他應得的懲罰 我就算抓到我都覺得 我老公不會回來 因為就是爹地不在這 你不要再怕媽媽 譚太說會堅強生活下去 又認為收老公人工作很危險 希望可以關注其他工友的安全 請